然後Kiki想買得360,他要買4元 他可不可以有機會財息雙收? 嗯,4元買就我覺得跟原價差不多 那至於你說可不可以財息兼收的話 那當然啦,其實是OK的 因為本身的息率都有整個感,甚至乎 但當然啦,他的徐靜就沒那麼快 徐靜就5月31日,即是還有一個半月左右的時間 所以你也要有個心理準備,如果你真的想收 剛剛過這次末期息的話,你起碼要拿到5月31日 過了才有這個權利去收的,那所以真的要看 這個幾月裡面股價怎麼走,那所以你說 只說是收息,我覺得OK的,就是過去已經投入息率都很吸引 而那價錢,剛才提到,始終跟你買到隔壁都是差不多 那變相其實暫時的風險又不是說真的算太大 那當然啦,你說現在看油股,我覺得特別 剛才都,上一節也有提到油價呢 近期就走回弱些少的 那所以對方油股呢,始終那個刺激作用就沒有 之前那一波那麼誇張的啦 那但是很好啦,我想360對油價的敏感度 相對比海洋油會低少少的 那所以我想這件事來講呢,其實對中石化 都有機會是叫做相對在油價可能是回啦 或者偏遠的時間呢,它會能夠比較硬正少的 所以我想短線,如果你說可以繼續拿著它 看看有沒有機會真的隔壁,再沽,再走那樣的 那但是我想等這件事,就是出現的同時呢 看著股價,如果那個價,假設真的向下 譬如是跌穿大概就3.6以下的這些位置的 那距離你抹價都約1成的話呢 那我覺得可能考慮先行走一走 那如果你說在隨便之前都沒有穿3.6的 其實我覺得就不妨可以繼續拿著它 那肉眼一點都沒有行了 的 那 那 雲 雲 雲